選票給專業 選票給專業 政治新氣象 政治新氣象 在時代力量主席陳焦華的陪同下 從市議員轉戰參選 基隆市長的陳維仲正式登記參選 現在其實在現在民眾的意向調查裡面 整個基隆看起來就像是陷入了大型的選擇困難症 這是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所提的 這兩大黨的候選人 沒有從市民出發 也不了解市民的需求 一個只是不斷的撒幣 提出自己的仿佛 要把基隆作為遊樂園的這樣的不切實際的政策 而且沒有預算可行性 跟市民的生活 或是跟市民更好的發展 是沒有關係的 而另外一個不斷喊著接棒 不斷的說要延續基隆的光榮 但這個光榮 他不知道到底內涵是什麼 而同時呢 這個光榮看起來只是要延續到自己身上 所以我會認為是說 基隆人一直在等 一直在等一個相信的可能 也一直在等一個可能性 想要突破現在的政治現狀 真正的選擇基隆更好的未來 而我相信我就是那個選擇 而我也是未來十年的一個重要的引擎 年僅32歲的陳維仲從市議員轉戰到金融市長 外界質疑年紀是否太輕 陳維仲也這樣回應 我想告訴大家不會 這個世界非常的大 有非常多的可能性 我們可以看到在印度有22歲的城市的領導者 一個女性的領導者作為市長 而在紐約在美國非常多的城市 都有30歲以下的非常多的年輕人 用他們的創意跟數位能力在帶領這個城市 而我相信我過去四年不斷的努力研究市政的計劃 不斷的透過預算的把關 我真的比我的兩個主要的對手還要了解基隆 而且我從市民出發 我更知道說基隆人期待的是怎麼樣的城市 我相信基隆不是任何一個政治人物來爭取官位的手段 所以我提出我們要用青年的能力 還有專業的政治工作者對於市政的這些專業的研究 還有爆化 跟市民一起從基礎工程開始打造一個 在日常生活裡面都讓人感到驕傲 而且能夠迎向嶄新未來的基隆 隨後時代力量市長參選人陳維仲 安樂區議員參選人江欣宜 及企圖區議員參選人陳凱鴻 陸續完成參選登記 一同宣示將政治的新氣象帶入基隆 記者黃少鳴基隆報導 記者黃少鳴基隆報導